我們看看第二題 他說這個abcd是一個正式面體 m是ab的終點 n是cd的終點 那他現在問這個 mn長度可能多少 問這個mn 可能多少 對了 還有他那個邊長都是一樣 正式面體的每邊長都是一樣 我們看 abc它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它的cm真的高 高的話 mc 是等於bc cos30度 或是sin60度 所以等於那個 二分之根號3 二分之根號3 就是mc乘以360度 mc是1 所以mc是等於2分之根號3 然後呢 這個邊長的 這個長度是1 所以這一邊是等於2分之1 cn是等於2分之1 好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m 就等於根號呢 斜邊是mc 再加 再加 沒有很見 在斜邊撿一股 一股的話 就是cn 的平方 這平方是4分之3 4分之3 剪掉cn cn平方是4分之1 4分之3 所以是 根號2分之1 分6 展示